《三個女人》 之前三個女人一個人 裡面一人分析三個 拿了兩個事後獎 你之前有沒有想過 完全沒有想過 是 意料之外 始終這部劇都年頭播 而且因為我們播的時段 未必是太多觀眾去看 但其實當時 三個女人播出之後 回響都很好 其實當時已經覺得很開心 因為 很多人會覺得 如果放星期日會不會少做人看 但就是可能因為這個題材 而放星期日 人們更加有興趣想知道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談論 這個題材很多人喜歡 甚至到現在 我都看到很多網民營業 都是在談論 或者會想看回這部劇 今天是剛剛入行十年 你覺不覺得是一個修成期 我想是去到另一個階段 因為 因為 其實拿完 我2012年是拿女飛躍 拿完女飛躍之後 其實這四五年之間 自己用了很多個方法 或者也經歷了一個階段 到底我下一步 到底我要再做些什麼 才可以令到觀眾 更眼前一兩呢 其實那個難度是更高的 因為人家會覺得 突然之間 你因為關係 很失入民心 覺得很爆 但是你怎麼做 一個演員 你要遇到一個什麼角色 還有再做些什麼 才令到人家 有一個更加深刻的印象 還有 令到你再印象 其實在這四五年之間 一直在等待一個這樣的角色 而且也可以在累積著 累積著經驗 直到遇到這個角色 這個十年的時間 我拿了兩個時間 你覺得 沒有前沒有早 剛剛好 十年 我覺得 在我王志文的時間表裡面 我覺得剛剛好 因為 其實雖然我現在自己 看回《三個女人》這個作品 都覺得 還有一個很大的綜合空間 不是完美的 也都 但是我覺得 是一個 也都是 代表了 我的十年 自己一個代表 一個代表作 我相信 很期望 可能在幾年後 或者 接下來的日子 都會 繼續 有另一個的挑戰 或者去到另一個的代表作 接下來就 頒獎禮 有沒有信心 戴滿冠 時候戴滿冠 其實現在這一刻 不是很敢想太多 因為 中了兩次 頭獎都已經覺得自己很幸福 那就中了一次 中了三次 是不是更難 很害怕 因為 同一晚裡面 中了兩次 頭獎 但是你再中了 連中三元 就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 但是信心是要有的 我覺得 信心是大過之前的 就是 因為我之前所說 就是因為這套劇 都是比較早播 亦都會容易被人遺忘的 所以 能夠可以伸延到現在 年尾頒獎禮 我覺得已經是一件 自己意料之外 觀眾仍然會投自己票 或者拿到手上 這麼神聖的一句 去投給你 都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那 嗯 是啊 拿到最好的生日禮物 那裡拿 是啊 你把整理過幾天 是不是 21號 是啊 就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是啊 也會是 現在也很開心的